我觉得外部因素有两个层面 第一个千万不要低估恐怖团体 因为这个种族里面这么复杂 它的周遭的这个国家里面有多少个 就是说恐怖团体 其实各个的宗教种族跟过去 还有和中亚以及中东连结的恐怖团体 我们现在去把去年发生的恐怖攻击死亡的人数 把它如果用点点下来看的话 你看都集中大概超过一万人 可能大家都不知道 联合国每年都有这个统计数字 每年最高的时候 在2000年到2001年之间 那个反恐战争的时候 大概在中东北非东非南亚 印度巴基斯坦 然后到东南亚也有一点 中亚也有一些 后来你看到就是欧洲有一些 孤狼式的恐怖攻击 在去年中亚国家的这个 就是发生恐怖攻击死亡 人数其实是有几十位 然后你看他的这些恐怖团体 你光看上一次我们谈到阿富汗的事情 阿富汗的过程当中 到现在为止多少恐怖团体 对不对 那个东突厥只是一个小的 最大的是ISIS-K 对不对 就是在8月26号 恐怖攻击科布尔机场的 还有美国人把塔里班都当作恐怖团体 所以这个恐怖团体在这个过程当中 会不会一下子抓到机会的时候 他想要去破坏 恐怖团体背后当然可能有不同的 我觉得直接跟西方的联系的 在恐怖团体方面应该是不多 可是第二个民间组织 我觉得这个民间组织是什么意思 因为你不要忘记 哈萨克的南部有个鬼台叫吉尔吉斯 吉尔吉斯在2005年就发生颜色革命 他的那个总统在2005年下来 然后呢 哇西方国家多欢迎 好像那个 欧巴马好像还去了那个地方 为什么你忘记了 吉尔吉斯在南部连接的就是阿富汗 2005年美国占领阿富汗已经四年了 可是呢吉尔吉斯到了2010年 又发生革命 又赚回来 然后呢你就看到 其实那个时候还是美国占领的这个阿富汗 所以美国占领了20年的阿富汗 我在讲他在很多的社会文化宗教 民主人权的活动当中 他当然做了很多的努力 有一些角色 也就是说其实 你有恐怖团体 我有民间组织 所谓的NGO 对 那我觉得这个东西都不要去否认 我想基本上 我这个不是在站在哪一方讲话 如果你不认为你不相信的话 那你就把你自己遮掩住了 事实上这里面 灌常做这个方式的 这些西方国家 其实也是很多 但是我并不是在指控说 他们在操纵 也许看到就跟恐怖团体一样 看到哇突然起来 突然这种连结就出现 所以当时应该是1月3号吧 阿萨克就把所有的这个网络给切断 一直到现在 然后他这个宵禁一直到 就晚上现在都宵禁 现在到19号 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说 当他第一时间发现到 他突然来得这么猛 这么残酷这么激烈 然后呢背后可能会有一些连结 因为我再次强调 你不要马上说 这是华盛顿做的 我这不是帮Ross讲话 但是呢 也不要认为说 跟华盛顿没有关系 但是呢这里面有很多恐怖团体 有不同的种族宗教 也有美国占领的20年的阿富汗 所扩散出来 已经在吉尔吉斯发生了 两次革命的这个效益 然后呢这是会不会也 间接的影响到 或者是加深了 哈萨克这一次 所以很多因素进来了 那因此我觉得这次 他反映的是快速 但回到我刚刚讲 他反映的快速 是不是也在斗争 他那个前总统呢 但不管怎么样 从俄罗斯的角度 你刚刚的问题 也就是说 这个地区不能乱 这个地区一乱的话 就整个中亚到中东 对中国而言 可能是一带一路 可能是能源 但对整个俄罗斯而言 他是整个前苏联的加盟国 从到中亚到中东 因此呢他的反映快速 那但是他也 我觉得也透过 跟别的国家一起合作 而不是像上一次 进入到亚美尼亚 就是我自己来了 那可能就比较太过于这个明显 所以到目前为止 看起来形势是比较稳定 但西方媒体都在说 这个总统说 这个就是这个当场击杀 好像我们台湾的媒体 也都是强调这一点 不用警告就直接击杀 这些抗议分子 有多少位 那是怎么样的情况 才会这样的情况 大家了解到之前 他发生那种动乱的严重 这种动乱如果在台湾发生 你能够想象吗 对不对 因为很多人在讲说 这些如果你说是一般的民众 他怎么会 有办法可以对抗这个 有武器的军警 推翻军球等等 1月6号美国在纪念什么东西 就是国会三庄 国会三庄 一周年 美国的民意调查认为 至少大部分的民主党 93%的民主党自治认为 那是攻击政府 共和党大概也有四成五成认为 那就是攻击政府 你还记得那位女性吗 Ashley Bobbett 他就是在国会三庄 被当场涉及 没有任何一个媒体 去美国的媒体去质疑他说 你怎么可以这样子 去残杀无辜 你为什么不坐下来跟他谈 是不是 看看他有什么需求 他有什么不满 对不对 他不满什么 他不满你选举做舞弊 那你为什么不检讨 你选举是不是有舞弊 你是不是能够证明 你的选举是民主的 同样的逻辑嘛 对这个听了两个老师在讲 而且刚才在聚焦 这一个很大的谜团 就包括你看各国政府 在表态说到底幕后的 有没有黑手 黑手是谁 也看起来是各说各话 刚才其实你知道 哈萨克的总统 刚才讲的托卡耶夫 他就直接讲 这些就是在国外受训的啊 然后呢你看 他们还试图要占领 我们的重要设施 包括了军火库 这个就是侵略的行径 那俄罗斯的外交部官网 当然就是跟哈萨克 总统的说法很接近 他说就是外部破坏国家的完整性 好 这边我来跳过白宫的说法 我先来看到 大陆的外交部的说法 倒是比较保留一点 他就说当前发生的事情 他们把它界定为内政 希望说你们自己妥善解决问题 然后局势可以进化稳定 社会秩序回归正常 我这边要讲到的是美国 因为白宫发言人莎奇第一时间 他是出来讲说 俄罗斯有一些关于美国支持 这件事的疯狂说法 所以我要借此机会表达 绝对是错误的 而且明显是标准的 俄罗斯虚假资讯剧本的一部分 这边请到Ross 其实包括刚才老师也点到说 难道这些NGO组织后面 有没有美方的资金啊 或是美方的势力去介入 这个包括国际上也很多的怀疑 那你怎么看这件事 我觉得赖老师对美国的这些 情报单位或非政府机构 太看好他们的能力 其实他们的能力没那么强 我没想到你会夸展 美国情报单位跟非政府机构 说他们真的有这个能力 在加萨克斯坦发动这个行为 这好莱坞电影都演得蛮强的 不可能 我打算一下 就是我不是说他们的能力很强 而是说他们的组织 他们的组织机构很多 但是我继续我也 其实美国真的没有这个必要 你上面有些很清楚 还有莱老师也有提到 这几家美商石油公司 他们在那边经营 而且有这个都市的经营群 这个股份 所以对他们来说 当然加萨克斯坦 维持一个很稳定的情况 对他们来说 这个事情比较好 他怎么可能会符合他们的音乐 或什么的国家变得这个样子 那另外拜登还有他团队 他们也很忙啊 他们怎么可能在这个时候 会选在加萨克斯坦发动这个 这个国内的暴动真的是不可能 他头已经好痛好吗 除了国内很多相关事情要办 还有国外不管是中国 欧洲关系等等 是在台湾另外他有一个在外交 外交领域一个很无能的副总统 所以怎么可能会在这个时候 会要发动一个国际的一个 这个国际危险 真的不可能 有一个阴谋论是这样说 就是说一开始可能是民众的暴动 或是民众的暴乱 但是后面是不是有美国的势力 看到机会了 然后就是让他给他扩大 因为接下来 因为俄罗斯要跟美国去谈乌克兰的问题 这时候给俄罗斯一些压力 但是克斯坦本来可以说是一种维权的国家 不是一个很有民主的国家 到处都有警察 都有情报单位等等 媒体什么的都是在政府在控管很厌 那难道在这种国庆之下 在这种国家 美国或其他国家能把武器用进去吗 能做这个组织的安排呢 而且国家这个国家机器 我说克斯坦的国家机器 不知情吗 怎么可能啊 那你觉得这个沙琪 为什么自己要跳出来说 你们俄罗斯怎么讲我们美国 因为的确没有人去提到美国 就至少在外交的途径上面 因为他很明显他觉得 这个是俄罗斯的假新闻 其实没有提到美国 就是你在影射我 我就跳出来 明显是提到美国 所以他就回应了 是啊 那这个 当然后来也被俄罗斯 等于倒打一把 就是说你这个 就是刚才拉罗斯讲说 此地无垠三百两 我又没讲你 你怎么会做这个事情呢 所以这个也是 我们都知道普京在这方面 他有情报的背景 对不对 所以他这方面非常厉害 因为他知道 我们先写这个新闻 不提美国 我们知道美国会出来回应 第二件我们可以又回应美国 所以说这普京 所以这方面 这比美国厉害很多 所以沙棋就上钩了